而在今年7月中台度苏瑞冲毁高辽以及轮天两条变道后 后续包括卡怒以及海魁陆续报道 严重冲击整个灾修作业的进行 而现在小选台风来袭 施工人员也向前勘灾的县长许正位说明进度 同时表示等待台风大水过后就可以立即赶工 希望能够赶在11月中旬完成开放通行 轮天以及高辽变道7月招中台杜苏瑞大水冲毁后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卡努与海魁接连来报道 库勒施工单位原本在修的最后一里路 也就是准备放置寒管作业 如今又被小泉台风搅局而停摆 小泉台风来袭的前夕 赶着到场勘察的县长许正位 听取施工单位说明施工进度 也体谅因台风天灾而延宕的灾修工程 也要求一切安全施工为优先 复理乡长江东城一早巡视遭小泉台风 一夜侵袭的复理乡 所幸并无重大灾害 但昨天第一时间陪同县长许正位 勘察轮天变道的乡长 则表示台风前夕 施工厂商已将预备埋设的寒管 紧急调走放置在河堤上 待大雨大水退去后再即可失作 相信最关心的就是我们轮天的变道 幸好我们的厂商在前天的时候 把原来埋设的寒管已经先调理在岸上 如果这一次的小泉台风通过之后 水量如果慢慢小的时候 我想说下个礼拜的话 寒管能够我也会请厂商 寒管的进宿团买设起来 另外西边的东岸西侧的部分的一个铁架桥 如果能够即时的材料都到了 如果能够即时的架设 尽量拜托所有的厂商 在这个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 能够把这个轮天的变道能够完成 轮天与高榴两座大桥 在去年0918墙震中断裂 县政府在今年修筑变道一粒通行 布料却接二连三遭台风冲毁 也使得修复进度是一延再延 影响了修复卵西两岸东西向交通的通行 县长许正威也特别要求 施工厂商务必赶在11月中旬前 修复完成一粒二旗座水稻 收割作业的进行 记者是玉兰副理采访报道